好,我們現在請到的是那個Gary Molina 然後幫忙講講解那個 分享一下那個模糊測試 那我們掌聲歡迎 首先我想要確認一下 請問誰不知道 不明白我在講什麼 現在什麼也不知道 Does anybody doesn't understand Chinese? 全部都會中文喔 所以現在這個情況就是 雖然我放的是英文 可能是因為可能我的中文程度 可能如果講到很technical的部分 可能就不夠好 可能某些部分我就必須用英文來講 所以如果到時候 可能講的時候沒那麼流利 請大家多多包容喔 那麼就 我其實在香港 台灣也是講了發展模式 也算是好幾年了 那麼今天開始我也是開始示範 我在GitHub 在那裡 代表摩西拉 有貢獻 有做的這個部分 那麼我在摩西拉 美國西國 也做了員工大概 工作了大概六七年了 好嗎? 那麼 那麼這幾年開始我也是 起初是在外國 看外國的 conference open source conference Deafcon 和Blackcat 那種 後來我發現原來 其實亞洲這裡 其實沒什麼人 能夠 或者有這個辦法 跟比較普通的工程師 來大家一起分享 這個魔法測試 所以現在趁機會 希望大家學到東西 好嗎? 好 那麼 我開始之前 我先要講一下 到底分析是什麼 因為我 來台灣之前 我就開了 就麻煩了 Bob幫我放一個 survey 上去 然後發現多數人 其實對模糊測試 這個話題 這個概念也不是很清楚 那麼多數的人 可能60%的人 只是少量知道 魔法測試是什麼 並且 可能想多知道 什麼是魔法測試 這類事 所以我會 稍微跟我的話題 會 分開的 講多一點 講多一點 而不是只是示範 好嗎? 首先我會講到 什麼是模糊測試 為什麼是成功 然後有什麼提議給大家 可以看到 你能夠更有效的 找到問題 那麼其實現在 我雖然在台灣 台北跟大家演講 其實我的電腦 也是很努力的 幫我找問題 所以其實現在 我還是在工作 雖然是在這裡演講 換句話說 如果我去海灘 如果我去台南吃飯 吃東西 我的電腦也是幫我 在工作 或者好像這個卡通 這樣 我在跟同事 玩耍 沒關係 Carry 所以這個是最好的 我覺得是最好的 找問題的一種 或者工作的一種 方式 就算你在工作 其實也有東西幫你 在工作 那麼 現在我們也有一個 Low Level Tools Team Manager 這個叫Nicolas Netico 他也說過 你可以按 這些連結 都是有他的 quotes 他也說 people riding and running fuzzis are by far the most effective QA people and Mozilla 所以我們的組 現在不是很大 大概應該是七八個人 左右 但是我們找到的 security box 你等一下會看到 其實他的 百分之十多 百分之十 那麼我繼續之前 我發現 如果大家想要在自己的 Laptop上面 多看一下 這個 link的話 其實在我的 github.com slash nth10sd slash practical JavaScript 然後你按這個 demonstration notes 它就會在 或者這個 slide 其他的notes 這裡 也會 也會在 那麼曾經 新聞是有這個 繁體的版本 但是不懂 有沒有update 所以 現在暫時用那些文件 那麼 發警是什麼 發警是什麼 就是你把 random的input 丟進一個binary裡面 那麼 理論上來說 它是不會 crash 會崩潰 但是 因為 人寫 藍體 然後人 是not perfect的 我們會犯錯 所以 藍體永遠都是會有 錯誤 只是 看你是在release branch beta branch 還是在central 裡面 那麼多數我們都是在central 就是 可能 get the master 那裡 就是 那麼 它有可能是能夠找到 比較容易 detect 的問題 就是 好像說 association failures crashes 那麼這些東西 通常在 現實世界也會 現實出來 就是 end user 有可能會遇到 這些問題的 當然 我們也有其他的 Memory Analysis Tools A3 D3 L3 Memory 來幫我們找到更多的 這些問題 我們的發行組其實來自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國家 德國也有 那麼我自己本身來自香港 我是代表亞洲 美國加拿大也好幾位 對 那麼 我們Fursing Tools 其實 如果你看歷史上來說 大概一次 我猜十幾年開始 第一個出來應該是 Mangovee 和Michael Zalewski 後來就 Jeson First 跟Don First Jesse Ruderman 以前我們摩基拉的其中一位 人工 那麼 Jeson First 也就是在這個Furface framework 我們已經open source了好幾年 主要Jeson First 是這個Spider Monkey 這個Jes Engine OK 還有其他的不同的Furface NangFurface Teach American Furzy Log 其實可能是大家都熟悉 現在比較出名的一個叫AFL AFL 就代表說是 American Furzy Log 還有Gammer Christian Holler 跟Richard Deer 也是我們的員工 因為Furzing Tools 這些工具 能夠找到很多 比較嚴重的問題 那麼 多數 其實在現實世界 很多 機構選擇 是不開放出來的 對嗎 因為有時候你找到問題 其實如果 被hacker 那些黑幫找到的話 其實 能夠 他們能夠使用 這些方式的後果門 也不一定是太影響 好吧 那麼 那麼 就算是Furzing Tools 就算是我們 製造出來的 也未必每一個都有開放出來 也好 像NangFurface 只是一部分有開出來而已 那為什麼成功呢 至少 如果我說至少 只是JSF1 跟ThomFurface的話 從大概 應該是八年到十年前 開始 已經 漲到六千多個Bug 百分之 十二以上 都是Security 就是很嚴重的 Security 的問題 那麼你就會想 為什麼 找到Security的問題 會是 一件好事呢 那麼你想一下 如果 其他問題不補好 你就可以上新聞 可是你上新聞 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而且 如果你幫我們找到問題的話 我們很多大的公司 都有 用有一個 所謂叫 Bug Bounty Program 應該是捉蟲的獎金吧 Bug Bounty 應該是捉蟲的獎金 那麼 如果 你們按這個link 你就會 看到我們的 webpage 然後還有一大堆英文 其實最主要 欸 Sorry 最主要就是 可能是看到這個 rewards amount 吧 它是 up to 三千塊 就是三千塊美金 就是每一個問題 三千塊美金 或者兩千塊美金 就算你換去台幣 是六萬塊 所以如果你 找到十個的話 你進入六十萬塊 台幣 我相信 六十萬塊台幣 我去台南 我可以吃到很多 很突破一個 對嗎 我過幾天就下去了 所以真的是 很渴望 那麼 除了我們以外 其他的 做瀏覽器的公司 也有 至少 我也有 這個program 這個主要蟲的獎金 這個program 那麼 為什麼會成功 其實 如果能不成功的話 在其他比較出名的 可能好像說 Black Hat Deafcon 也不會 講這個話題 The evolving art 其實現在 我聽 我一個同事現在 他好像是在 Deafcon 然後Deafcon 有一個人 關於Syn Fuzz 然後 也是Fuzz 這個話題 雖然他們講的是 世界最 世界上最厲害的 最新的 進展的 那些 情況了 那麼 我 Fuzz 這個話題也有上過的 Ars Technica 為什麼呢 請問有誰聽過Pong Pong Toon 來舉手 有好幾位 至少有五位 觀眾 聽過Pong Toon Pong Toon 其實是在 不適用 某的事 就算不是 就算不是一個漏洞 可能他們使用七個漏洞 7個 變成一個 vulnerability 其中 那七個可能其中一個 是用 或者是這個 這個技巧 這個技巧 那麼 我們以前的CTO 也曾經說過 He shall never write Ajit Koppala again without Jesse 沒有 Jesse Ruderman 這裡 現在不是 他開始做fuzzy Jit Koppala 是 現在 能夠 令到很多 Javascript 很快的一些 在Javascript Engine裡面的一個 部分 那麼至少在 Mosella裡面 現在我們 Jit Koppala的名字 叫IonMonkey 然後 請問誰有聽過 WebAssembly的 請舉手 好 也有不少觀眾 聽過WebAssembly 那麼WebAssembly 我們的Jit Koppala 其實是叫 應該是叫 WebAssembly 叫Bolder Bolder Monkey B-A-L-D-R Monkey 對 我們很喜歡 猴子的名字 那麼 我們 怎麼 確認這些 Monkey 出去 這個世界之前 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要跑這些 Testing 就是很多產生 Generate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產生很多不同的 Test Case 然後丟進去 然後理論上 它是不應該Priarch 不應該出聲問 這顯示問題 但是其實 不是 所以變成就是 我們必須在適合的地方 就要幫他們找 那麼怎麼找呢 尤其是如果那個部分是用 unsafe language 加入 C++ C… Cullah 寫的 可能他們某一些 方面是沒有寫得很好 但是他們 The boundary 也沒有 沒有 確認得很 很 很 太 或者没有,不过sandbox的好 或者有mars input 或者有implement security boundary 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写得很好 maintain critical invariance 然后什么其他的security researcher 他们在研究的部分 我们也必须研究这方面 那么从哪里应该做个好的开始呢 任何一些能够隔离的一些部分 就好像在Firefox 你会发现这么大的部分 有Dol,有Rendering,有JavaScript 那么其实有一个好处 JavaScript其实你只是Compound那一部分 那小部分就行了 你不一定需要Compound整个browser 当然你有些问题 只是在Compound整个browser的时候才会显示 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说 从一个很好,比较简单的一个开始 其实也不需要整个browser 就算你说其他的浏览器也是一样的逻辑 他们也是不同的部分 一些部分也是可以 individually这样的Compound出来 那么通常一个这么大的project Millions of lines of source code 遇到的问题就是 第一就是很多问题 很多bugs 不够test 人力不够 resistance是什么意思 于是就是 你有一些很厉害的工程师 他们写了一个新的部分 那么我们帮他们测试 但是我不认识这位工程师 这位工程师可能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或者头五个最厉害的工程师 然后我找到他30个问题 我不可能意见到他就会说 Hi, I'm Gary, you have 30 problems 人家的子孙心会受影响的 你说对不对 如果你 你受了一个很厉害的工程师 哦,你花了六八个月 哇,终于做好了 这个大的project出来 然后有一个你不是很认识的 一个比较矮的 带着眼睛的一个 另外一个从这个世界来的一个人 跟你说,哎,你有问题 其实这 感觉也不是很好 所以 就算这样 我们也是要尝试 找容易的问题 比较难的问题也是要找 找了之后 也是要想办法 到底怎么能够跟他们沟通 说可能大家坐下来聊天 吃个饭 然后大家happy的时候 我就会直接说 哎,你知道 可以帮我这么忙了 我有这个 另外二三十个问题哦 我不懂怎么处理 请问你可以帮我想一想 大家一起怎么合作吗 啊,这样可能对方就比较是 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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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性 可能性 可能性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对吗 以前JanaScape 会不会听你就是遇到这个问题 但我说以前 可能事应该大概是十几年 一开始之后 嗯 他们需要时间来发现 原来我们给他们的 test case 是小小的 我们也会给他们 fact track 什么都要给他们其他 information 就是 bisection result 就是说他在以前三个月前的哪一天 哪一日哪一个时间 那某一个patch令到这个问题出现 因为如果你在那个某一个patch之前 compile的那个change status的时候 那个问题是不出现的 那么通常就是这个patch 通常就是这个工程师令到这个问题出现 或许是他的错 或许不是他的错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可能是 pallet那个patch的时候 令到原本的问题显示的出来 但是就算是这个情况的时候 因为他的code太复杂 就算我不能够知道 原本不是这个工程师的错误 我就会跟他说 麻烦你帮我传达消息去适合的人 因为可能是他的同事 可能他就知道 这部分原来是某某人 某某同事做过的 请你看一下 对啊 因为我请他们帮我 不是说 不是想说你有问题 而是想说 请问你可不可以帮我 这是很大的差别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 Persingbox的这个report 会比较受欢迎 就是因为我们很concept 很直接 Caskis is small 然后他们很受欢迎 我现在听一些工程师 他们跟我说 他们遇到Persingbox 就直接赶快修 因为好过遇到一个 real world web page 因为现在web page很多部分 很大 3MB of code 你下载的HTML CSS跟JavaScript 什么XHR 什么一大堆 然后你要 debug的时间是很长的 但我们现在给的report 就好像这个 Taskis就是五条线 Five flies 有一个backtrace 有一个bisection result 就好像这个说 这是5月2016年发生的 所以变成就是 对于他们来说 一看就知道 问题有可能在哪里 哪个范围 所以用到有时候现实问题 也会产生这些同样的symptoms 的时候 病状的时候 有时候这些工程师 选择邓魔盆 的report出来 因为比较详细 比较短信 那以上是我们日本之前的一个community member 现在听说已经是做了我的同事了 那么他说 the repor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find quantum cases overop and create a patch and a test for it commensate report can also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on how to fix it 那么这个 身为一个 以前不是我们的员工的一个 community的一个人员来说的话 我觉得 他的形容 也是蛮有意思的 如果你想看一下日文的版本 应该就是这样吧 我相信以下朋友 我们应该会看日文 所以我们是跟工程师 zurework as team 他们帮我们补了 也要帮我们确认 他们补了之后 将那些test landing to central 或master 甚至会 帮我们当作比较多的一些开始的starting point 因为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分析的工具 会拿一些现有的test case 然后将它的数目改变一下 他们也可以帮我们加多一点的sertion and testing function test components in isolation 就是如果media的部分以前不能够只是单独media的binary 来compile 他们就帮我们 帮我们使到这个media的shell 能够给我们用 而且他们结构testing的时候 也是只需要compile那个小的部分 他们也需要帮我们加多一点 这个namary analysis tools 那么讲到来之前 我想要讲到另一个话题是 之前我有说过 不同的fuzzing的tool 是用不同的技巧 在fuzzing里面 一个叫gns-fuzzing 多数是用generational testing generational就是你教它 它的grammar 然后它产生不同的combination出来 另外一种版本就是mutational 就是你已经有一个现有的test case 然后可能它test case以前是 0加2 然后出现一个问题 可能你把它改成0加2.5 也会有问题出现 为什么 因为它可能只是补了0加2 它可能只是补了0加1 0加3 它没有补0加2.5的这个可能性 它没有想到 原来一个integer 可能某一些情况 可能变成float 然后 没有想到 所以那种starting point 也是一个很好的用途 或者range boundary 尤其是32 bit 变64 bit 那个boundary type the ranks 如果你只是 说 那个只是60 bit 或者32 bit 但是不懂为什么 有一个overflow 那么已经是出现一个 不好的现象 那么找到的问题 有好的有坏的 有一些比较严重的 有一些是不怎么严重 比较严重的security bug 当然是high priority 你会有crash at a weird address 0XFFFFF 那种就比较不理想 但是我们也会遇到一些 像fastblocker fastblocker是什么意思呢 fastblocker就是可能它只是一个printf statement而已 但是它每次跑一 line of code 它就出一个printf 这样造型的lock file 是gigabyte 你会遇到Io error 虽然它不是一个security问题 但是会令到我们不会更有效的找到问题的时候 他们也是需要帮我们找一点步 总之我们找到越多 外面的人找到的越少 但是我们scale起来的时候 越来越多电脑来testing的时候 现在我们也是上了EC2这个云端 我们找到的问题也是越多 现在这个问题比较少 device is not part of enough 现在我们去了云端之后 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总之 Hedges land on central first 遇到regression的时候 赶快back out 遇到fastblocker赶快补 然后testing去的时候 不是因为它fail而去disable它的时候 一般来说就比较成功 然后这就是整个process creation, instrumentation,monitoring,bucketing,reduction,然后bisection 然后之前我也有演讲过 这些是我们现在其他的一些github project 当然如果你需要我们的security和github 你会看到现在很多很多其他的 我们已经open source的一些project 那么现在我们 我现在赶快换去这个示范 那么示范之中 如果你按照这个demo norms 来经过它的instruction的话 应该是到某个底部 到现在是上demo 之前啊 我在我的virtualbox的vm已经做好了 以前我试过在亚洲的演讲 就是我比较多次做示范 造成很多人觉得有点无聊 所以现在我是一些东西是选择预先的做 就包括front first的setup已经做好 所以你经过那个instruction 应该是没有问题 如果你有遇到什么问题 就麻烦帮我们发一个issue 之后我会示范的是first manager 是怎么aggregate your results 中极那个result ok 现在 front first就是好了 这个revision已经compiled 所以如果我 尝试一下 prince 是没有问题的 好吗 ok 然后我也有一个sample fade in test case 就是这个 那么如果你经过 那个front first honest 跑的时候 他遇到这个问题 他自动会reduce 从3000 lines long reduce到 5 lines 6 lines ideally 最理想的情况 他会帮你bisect 说其实是六个月前 或者两年前 哪一个人land一个patch之前 这些automatic 我想示范的是 怎么setup flash manager 如果你找到这些问题 multiple cores multiple machines 又在云端 又在Mac Linux OS 你怎么集中在 某一个server上 ok 那么现在我就会setup 一个test instance of first manager 现在开始是用python3的 install 那么大家要知道 要注意 而且我在这里也有写的 就是其实请大家尽量是setup with Apache 跟property 用apache 跟wsgi 现在我只是因为示范 所以我是在debug more 跑这个run server 但是为了示范比较简单的话 其实这个result也会差不多一样 那么我们就cd进去 manage.py migrate 然后就开始setup一堆东西 然后我们就要先create一个superuser 去叫他verse manager吧 然后email sample password 你create了一个superuser 之后我们就要先generate an authtoken authentication token for this user ok 你有这个token之后 我们就可以弄一下 他的htpassword we have added a password for first manager user 然后我们就要create这个configurationfile 我就要把他的token 抄进来这个configurationfile 那么他其实是location 是在activity.firstmanager.conf ok so now we're ready run server ok no issues 当然 我刚才说的一遍 他这个是development server而已 ok 如果 就算你setup production 而且你要小心 如果你有十万个fuzzing nodes的话 全部report result给一个server 可能会你自己detoss你自己 所以可能要自己setup load balance 那些东西 我们都有 我的同事做那部分 那么我们就查到他的这个address 然后 然后 input your username and the password that you generated that that you se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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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出来了 现在暂时还没有一个问题report上去 但是我现在即将会这么做 然后你现在看到这个问题 is it sergefeleaf cord up blahblahblah 如果放进gdb 这个比较深奥了 c++ aggan的部分 ok run 然后遇到问题 sack faults get a backtrace 一大堆东西 那么我们怎么 将这些部分 投上去呢 就可以 利用 n3 然后 有一个dummy variable 其实以后 我们也把它给拔出来 ok 现在submit的时候 它就可以利用 你在 LogFastManager.conf 那里的部分 define的 server的location 因为在localhost 所以如果在这里按refresh的时候 它就会在这里出现 同样 如果你有另外五个电脑 找到问题的时候 so if I just keep running it again 它就会再次的submit 进去这个server ok 那么 如果你是manager project manager的时候 当然有这个比较漂亮的这个webpage 是比较好做你的report 而不是你跟你的vm 或者你的manager说 哦 我有一大堆comana的东西 你要用debug 来干嘛干嘛干嘛 当然没有人会知道 你讲什么 但是如果上到一个很美的webpage的话 可能比较危险 那么上到来这个webpage的时候 告诉你说它是在什么电脑啊 什么signature啊 什么产品啊 什么version 什么OS 然后它也会告诉你说 我们已经把它的backtrace 全部已经submit上了去 如果工程师自己来看 也不是问题 ok 它一大堆东西的threats 然后你也看到它的test case 也是会在 如果它有这个bisexual result 也会在这个metadata里面出现 但因为示范之中时间不够 所以这样已经算是最理想的作风 当然我也可以create一个bucket 然后会把这两个集中起来 对吧 Test covered by the signature tool 那么你想一下 你可能会想 如果我又有多一个出现 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即将就会知道咯 ok 回到来 再refresh 在这里 所以 你会optimize optimization from 如果它发现 它的signature 跟这signature 是一样的话 它是会把它们 中极起来 然后中极起来之后 你可以 在这里 在这里 发了bucket patch 开始entry 这里没有下来过 因为我们会在 providers那边 add a provider 说一定是bucket 或者什么 才能够操作得到 不然我们会在这里 assign 一个existing situation existing 这个bucket 所以如果你找到的问题 是大概是 几百个以上 用这个interface 来处理的话 其实是比较是 比较理想 好 那么 如果大家想知道 到底这个operating system 是什么的话 就是 18 of forks 我们是用ubuntu 18 04 我们应该是 1604 也可以操作 可以 你也可以在这里 看得到 我的stack trace 刚才遇到的问题 是没有set buck provider 当然除了 buckzilla以外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buck provider 但是 因为我们 mozilla只是用buckzilla 所以现在暂时是buckzilla 那一个reporting system 当然我们也有部分 是可以 有 需要大家的帮忙 现在 这个finfinze 的code 它的harness 的code 是duo 2.7 可能 过几个月 我会把图板下的删掉 因为 2.7 很快要在这世界 快要消失了 可能我们会 switch to docker 意思就是 如果有docker 的时候 我们的主 就会给大家 一个 docker run 什么 就可以 帮忙set up 这个整个系统 就不用 看我的 示范的大部分 然后 add more tests 现在可能40% 多而已 那么 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最好是 在 as native a machine tests as possible 如果你要在vm test 的话 你的overhead 其实可能产生的蛮高的 我猜 30% 到50% 而且 你在fuzzing的时候 它是会用 所有的memory 跟所有 unvariable memory 和所有的unvariable processor 小小的arm的board 也可以操作得到 但是 要小心 它可能overheat 一些小小的board 以前是没有heatsink 没有风扇 所以结果 以前我是烧过好几个板 那么 virtual box 是用了 demonstration OK Hit a crash involving 2.7 但现在 这个 2.7 应该不是问题 那么我在live demo 尝试 one more thing let's see what happens let's see what happens let's see what happens 如果我操作 那个 分分这个系统 use this ref 你所会看到的部分就是这样 Forking five children waiting for a child to finish 如果我们去他的log file里面 这个是比较technical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去到他自己的directory的话 然后 analyse some of their log files 出现 txt OK 你会看到 已经开始fuzzing on multiple cores 为什么会 spawn five cores 是因为我在这个VM i'm giving you five cores i'm giving you 8GB RAM or16GB 所以 试换 就到这样 我相信我的时间 是差不多 现在剩 大概两三分钟 那么 我可以 回答一些问题 请问谁有问题 请尽管问 如果你想用 中文 英文 甚至粤语文 都没问题 我会帮你翻译 那么我也知道我在亚洲的问题 没有人会有问题 但是等一下我出去 可能会拍差不多 那么 如果你想到时候再问 也无所谓 好吗 再问一次 请问谁有问题的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谢谢大家 谢谢来这个演讲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希望能够 你们能够使用摩托设 在你们的流程之中 令到你们的产品更加好 谢谢 谢谢